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缅甸政府作为中共长期的这种同盟伙伴突然宣布下令停止中缅合资的这个水电站的建设 那么这个水电站的投资达20多亿美元 另外呢 最近在湄公河三角区域发生的中国13名船员被杀害的事件也更加耐人雄味 那么如果缅甸真的走上了民主之路 中国会怎么变 今天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 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 646-519-2879 那我们先和大家来看一段缅甸最近释放一些民主人士 还有一些囚犯的这个情景 缅甸总统颁布大设令 12号开始释放大约2000名囚犯 其中包括大约70名政治犯 这次释放的总人数将达到6000多人 这些政治犯是缅甸军政权统治时期入狱的 其中包括许多记者 艺术家 宗教和民主人士 同时被释放的还有曾经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喜剧导演 扎迦娜 缅甸政府这一举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也赢得了好多国家和民主人士的赞许 我认为缅甸政府这一举动 这是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步了 说明缅甸政府要抛弃他们原来的那种专制的那种政体 要开始向民主化来发展 他们释放的这些大部分都是政治犯 思想犯 这一些 这些人他们被抓被看 本身就说明原来缅甸政府不实行的是专制制度 现在缅甸政府要把他们释放 这就说明缅甸政府要向民主发展了 刘英全认为缅甸虽然迈出了一小步 但对中国也会造成影响 今年5月12号 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在英国伦敦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2011年世界人权报告 长达400多页的人权报告 涉及157个国家和地区 人权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 涵盖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人权维护者 非法拘禁 刑讯逼供 死刑以及新疆 西藏 香港等内容 对于法轮功在中国遭到的迫害 在人权报告中有专门的陈述 多个案例显示中国的人权在进一步恶化 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世界上数量最大的良心犯 联合国受酷刑报告中有三分之二案例是法轮功学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 今天缅甸政府决定释放数千名政治犯 那么关押着王力宏 谭作人等无数个良心犯的中共政府 今后将何以面对世界 我觉得好的东西嘛 它就是一个代表的作用嘛 我觉得缅甸应该说是在国际影响的话 那么应该是比中国小 那么既然别人就住的那个样子了 我想各位副警长 各位中国政府 应该首先带出来做好表算 就像我们在市场上排队一样 小孩都排队了 那么你大人该不该排队呢 对于缅甸政府的所谓会对中共产生什么影响 陈云飞认为 这件事情是缅甸政府的一个开放性行为 而且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行为 希望中共他十八大以前 中共对关押的政治犯施行赦免 不过中国的很多政治犯在获得释放后 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中国人权观察主席秦永敏 自1982年到2010年 曾三次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 最长12年 秦永敏2010年12月回家后 多次受到当地警方的骚扰威胁 多次被传唤和拘留 从缅甸来说 他这个进来的势头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显然呢 他因为在这个加速民主进程 而与这个中国这个专制堡垒呢 拉开距离 缅甸总统吴登胜自三月执政以来 这是第二次颁布大赦令 去年11月解除了对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 昂山素季的软禁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缅甸出现变局 中国怎么变 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一起讨论 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skype和我们联系 skype地址是rdhd2008 其他的观众朋友还可以通过爱博电视 IPPOTV直接收看 不需要翻墙软件 爱博电视呢 可以从以下网址下载 www.starprp.com 那首先向各位介绍 今天现场的两位来宾 一位呢 是新唐人特约评论员 竹学叶叶博士 竹博士您好 安娜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是政论家陈破空先生 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陈破先生我们看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 缅甸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而且他们说我们要 就是走向民主 而且非常罕见的 跟美国的高官见面 而且呢又停建了 和中国合资的这个大坝的建设 投资达二十多亿美元 而且又开始 他的总统到印度去访问 加强能源方面的合作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缅甸 它是一个过去新政府 现在自己改变成一个 像民主架构这样 形式的一个政府 那么它和中国的这个中共政府 一直是有非常的渊源的这种关系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先介绍一下 就是缅甸过去是什么样的 最近的变化是怎么样 对 缅甸的过去的军政府 简单说来 不追溯那么长的话 1988年缅甸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全国民主运动 缅甸军政府是用坦克机关枪军队血腥镇压了民主运动 这跟1989年 中共血腥镇压这个民主运动如出一辙 然后在1990年缅甸举行了大选 缅甸军政府不仅不承认大选结构 而且把赢得大选的最大的反对党 就是全国民主联盟 就是实施这个解散 强行解散 而且随后把这个反对党的领导人 就是昂山书记 长期软禁 而许多政治犯被投进监狱 在这个时候 缅甸军政府跟中共加强联系 双方都是靠军事独裁来强化国内的统治 在2007年 缅甸再次发生了 就以僧女为主的民众抗争运动 又遭到军政府的血腥镇压 所以这就是过去的缅甸 那缅甸的变化怎么出现呢 去年11月 这个军政府突然宣布要举行大选 但是没有主要反对党参与的情况下 他们就单方面的宣布 有军方背景的执政党 就是拱发党 片面的当选 而就由那些脱下了军装的将领 组成一个文职政府 其中一个将领叫吴登胜 成了这个文职政府的总统 说国际社会就普遍 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 恐怕只有中共是承认的 但是出乎国际社会预料的是 就这个大选结束之后 但也出乎了中共的意料 这个变了庄的军政府 也开始变脸了 他做出了一系列的和解姿态 比如说他在去年大选结束之后不久 11月宣布释放 被软禁长达11年的 反对党领导人 诺贝尔和平角得主 昂山书记 然后他又在后来 陆续的就宣布 对政治 这个允许流亡者归国 说愿意跟那个政治反对派对话 同时呢 就说政治 这个政治犯可以加入政党 而且他提出跟少数民族 冲突的少数民族也和谈 到今年电话更快 他今年8月 就是他的军 这个政府的总统 跟昂山书记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 双方都商谈了这个 就是民主和解 而那个8月 他们也接待了 就是邀请了联合国人权专员去访问 到9月份的时候 缅甸军政 缅甸这个政府 就开放了互联网 就是不再搞反西方宣传 而且开放了 就是境外的网站的封锁 那么到10月份 他们进步更快 到10月份 就这个月的时候 他们的外交部长访问了美国 跟美国的高官会谈 表达愿意回归国际社会的意愿 那么同时这个月呢 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 缅甸军政府开始释放政治犯 陆续释放政治犯 因为这是国际社会 要看到十字心理部 但在中间还有就是 等一下也许可以谈到的就是 缅甸政府根据民意 停止了跟中方合见的 所谓密宋大坝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 缅甸政府的这种变化 让国际社会 都是非常的注目的 那有的人就说 他这种改变也好 或者叫变革也好 是不是实质性的 因为呢 他只是一个表面的变化 他如果要是真有实质的变化 就应该没有条件的释放 所有的政治犯和良心犯 那么也有的人说呢 他是在往前走 在往民主的方向再走 因为他呢 已经做出了和解的姿态 像刚才陈文宫先生 介绍的一些细节 那么他包括放宽 对媒体的控制 而且允许联合国人权的 特使访问缅甸 而且还可以 还和这个昂山素季 会晤等等这一系列 所以有两个非常不同的意见 那么昂山素季 他是说呢 有迹象显示 缅甸有可能出现变革 但是他又说 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生变革 那您怎么看 缅甸局势的变化 我觉得国际社会 现在都是在谨慎地 看待这些事情 就像这个 人们看到了 一个民主 已经有样板了 在西方很多年了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也看到了专制 它这个历史上 在缅甸是什么样一个作为 那么现在 由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文职政府 来实施一些这种变化 那么他不能够 立即取信于国际社会 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你做了表面文章 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他没有做到下一步 并不等于不会做到下一步 所以说 大家 我觉得像安山书记 我非常理解 作为这样一个长期 作为一个民主的标杆的人物 来承认说 现在已经有可能出现变革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政治人物心目中 这种变化 也是非常值得欢迎的 至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 当然我想就像一个这个堤坝一样 你说我开了一个口子 我仅仅是开一个小的口子 那可能就由不得你了 所以我想这样的政府 他既然走出第一步 也可能他会预料到 下一步会怎么办 所以我想他如果想再走回头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不管他是真的 不管他是假的 往这个正确方向的迈出的 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我想都是值得鼓励的 那现在的您认为 缅甸政府他变或者不变 那对今后当权者来说 或者现在的当权者 对他的未来 还有缅甸人民的未来 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缅甸军政府 过去跟中共政权一样 是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 原来就说 他这个军政府的头脑 首脑这个叫丹瑞 他的女儿结婚 那是穷奢极欲 跟缅甸的贫困生活 是很不相称 我想如果缅甸的变局 是一个假的东西的话 他可能是为了结束国际孤立 而做出了一个权力之计 但是他这个是已经认识到了 他跟中共绑在一起 只会进入国际孤立 他走进国际社会 就必须走开中共 走出中共这个阴影 他就走进了国际社会 所以缅甸最终 是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他跟中共绑在一起的时候 跟中共的制度是一样的时候 他发现不仅在国际上是孤立的 东南亚也是孤立的 而中共对他是欲取欲求 中共对缅甸的所谓的经济援 主要实际上是军居掠夺 他是把资源大量的运到中国去 包括中缅一带边境 缅方一带的树林都砍伐殆尽 原来非常茂密的森林 说缅甸也意识到了 跟中共这种合作是没有什么出路 因此回归国际社会 就像他最近访问印度一样 回归国际社会 是缅甸应该走的道路 我想在这个时代 国际社会已经谨慎地 我跟来观察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观察下去 那中共政府跟缅甸的军政府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我们稍微放大眼来看 我们看在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 很多小的国家 就是都是 如果说它发生国内的这种 强权政治 一直不能够消散 你仔细追寻 都是和中共有这样那样的联系 比如说最简单的这种柬埔寨 越南 朝鲜 然后当然包括缅甸 包括老郭等等 这都是在中共 在过去几十年里面 都是在背后指使 支持 甚至直接参与 那么造成的这些地区的不稳定 那么如果说 现在来看 过去这几十年 刚才陈先生讲的 那么缅甸军政府